穿着一身白色套装眼眶泛红 拿着卫生纸擦拭 她是台湾嘉丽高曼蓉 代表台湾到马来西亚 参加亚洲环球小姐选美 却在台下黯然落泪 台下人员健壮好心疼 赶紧递上卫生纸 高曼蓉13号参加 2022世界创新与科技大会 却遭中国打压 准备上台和来宾打招呼时 突然被拉住要求不准上台 当时各国家力都纷纷在台上 拿着自家国旗挥舞 唯独台湾代表被扣在台下 让高曼蓉满肚子委屈 后期我们会拜访美国 政治人员 我们还是支持你们的 主办单位事后也特别来向高曼蓉道歉 而这也不是他首次为国争光 高曼蓉2019年到罗马尼亚 参加国际选美赛 荣获最佳媒体奖 背后投影就是中华民国国旗 原来台湾的国籍被投影在身后 然后当下你会非常非常的 怎么形容啊 很感动很兴奋 因为我知道全台湾 2300万人的希望都在我身上 这次高曼蓉时隔三年 再度代表台湾出国比赛 他也兴奋的发美照 希望大家帮他集气加油 高曼蓉也佩戴写着台湾的背带 跟各国家力合照 展现甜美笑容 看得出来充满期待 没想到遭中国从中作梗 无法上台 我相信中国这样子的打压行为 全世界都看在眼里 只要是民主国家的人民 没有人可以忍受这件事情 台湾团成员为高曼蓉大抱不平 就是因为中国不断打压台湾 这会连非政治场合也不放过 也让大众再度看到中国的满横作为 三内新闻张玉杰蔡文 综合报道